江富珍办酒,秉承的是能来进来的原则,讲究的是一个热闹和谐。 正常人办酒,通常是每家来一个人参加,同时搭一份礼。 江富珍就没这个规矩了,他是每家可以搭一份礼,来多少人都可以。 可以搭的意思是,江富珍的礼台通常不放记账线上,来的人要搭礼,往礼台里一塞就是了,不塞也没关系。 昂首阔步的上席就是了,没人查也没人问。 至于说为什么还要设理台,那是为了方便有的人搭礼搭得多,可以在红包上写自己的名字。 江村的富人多,讲究人也就多。 像是江远的八叔公,也就是江富珍的八叔,他就喜欢四里八乡的去搭礼,他年纪大了,也不爱吃席吃酒了, 但他就爱搭礼,且经常搭的很多,以收获伴酒者欣喜的目光和诚挚的感谢为开心的源泉。 多的时候,八叔公一天跑七八个地方,就为了搭礼。 不用担心,他不知道哪里要伴酒,那些专业伴酒的公司和个人,得有八叔公的微信是最基本的。 江远等人以前都不太理解八叔公,后来直播兴起了,大家就理解八叔公了。 跟网上搭上女主播相比,八叔公搭一次力才七二八百块的,撑死不过两三千, 但他收获的何止是一名女子的感谢? 他收获的是对方全家的感谢,有时候凑巧了,能收获对方整个家族祖宗十八代的感谢。 江福镇这边就比较简单了,不仅江村人来吃,江村以外的人来吃,也不受限制。 反正就那么多的座位,坐满了,村里人认识到,随便扯个椅子就坐下了。 江村到了今天,也有拜了家的,也有外面来蹭的,江福镇从来不问。 他和江远当年吃百家饭,也是吃了好几年的, 如今富的流油,哪里在乎谁来吃饭。 江福镇亲自掌勺,弄得热热闹闹的。 他甚至还弄了个舞台,请了本地的乐队和歌手来表演。 江村自己的乐队也上了台,敲架子鼓的就是江村的创业明星, 二手车商兼租车行老板江永心。 看着江永心甩着头兴奋的样子,江远有种梦回大学的感觉。 大学是许多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如果要为这段时光加一个buff的话, 那就是有钱的大学生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成年以后,要达到相同的快乐,要求就高了, 起码得有一个事业有成的光环,最好还有个挂。 嗡嗡,江远的手机响了起来。 接起来一看,是黄强明。 黄菊。 江远的情绪不算高涨,有种今日疲惫,不愿被卖的气息在里面。 黄强明读懂了江远散发出来的气息,哈哈一笑, 今天不用你出门,是好消息。 你那边很吵啊,是在夜店体验生活。 我在江村吃喜。 江远道。 这个答案显然更出乎黄强明的理解, 他稍稍停顿了几秒钟,都懒得再问, 就到,我先说好消息,专案组这次给你申请了一等工, 这要是能平下来,你就厉害了, 一年多的时间,两个一等工了,全国都排得上号了。 警务系统的立功受奖,跟军队系统里的还是不一样。 军队里一场大战打下来,很可能几十个上百个的功勋章出现, 但在警务系统里,名额还是相对有限的。 像是部委的行针八虎,多的一年破案二百多起, 破的大案字写出来就封号,但到了立功受奖的时候, 一年能拿两个一等工就算很不错了。 江远的起点低,反而立功受奖的机会多, 虽然不是每个案子都能给到满, 但受重视程度已经很高了。 换成普通警员,一年到头,该破命案的破命案, 该参与重大案件的时候就熬夜, 到头来,毛都没有实属正常。 江远自然顺着黄强明的话头道了些, 黄强明哈哈一笑,道,看他们的样子, 估计想到徜徉市搞活动,等具体有了结果再说。 嗯,好消息说完了,再说事情, 部委来的宋菊看中你了。 江远,宋菊好眼力,放心,不用出门的活。 黄强明也知道江远喜欢待家里,至少是待在宁台这边, 否则的话,他也用不着留在宁台县局工作了。 不过,人干活,不见得就一定要有当地的编制。 像是部委或者省厅这样的单位, 他也放不出编制来,编制早就满了。 还是以刑针八虎举例, 这里面的八只虎,大部分都没有部委的编制, 仍然是在原本的单位里挂着名字和植物。 这其实是两相便宜的事。 部委固然是编制紧缺,民警到了部委, 即使是有了编制,难道就不想要植物了吗? 部委的植物又能有多少? 而且,破案能手顶了天道行侦局的级别, 这样的又有几个,又能有几名手下。 相比之下,人留在外地警局里, 不光编制的麻烦省去了,植物还可以嗖嗖地提升。 也就是外地的警局,才会有充分的人力物力来锻炼人才。 到后面,哪怕就是个大队长, 手底下也有上百人, 这是在部委难以得到的资源。 而到佑人的时候,他们只要开口就是了。 一般的市局限局,在这方面都没什么抵抗力的。 江远也只能问,什么不出门的活? 他们有批足迹,想让你读一下。 皇强民道 江远的足迹鉴定的技能已经升到了LV5, 且在做黄礼团伙的大楼的勘察的时候, 临时提升到了LV6,送天城市的识货的。 他没见过江远的指纹鉴定等技术, 但是亲眼见到了江远的足迹鉴定, 那他就要这个。 听说是读足迹,江远也就硬了下来, 这东西去哪里读都行, 不用出差的话,倒也不费什么事。 我明天早上回队上,明早以后看吧, 你让他们发的邮件啥的给我。 江远道 能行? 皇强民确定了此事,就很安心了, 接着道 我让人给你把办公室打扫打扫。 江远赶紧道 那倒不用 嘟嘟 皇强民那边的电话就已经挂掉了。 第二天 江远早早的定了那闹铃, 声音一响,就爬了起来。 他也不好意思真的让人给自己打扫办公室, 再者,有特殊地位的公务员, 就应该是时间特别充裕的, 有时间给自己慢悠悠的打扫办公室, 累了坐下喝口茶, 然后再起身努力打扫的类型。 要是连打扫办公室的空闲都没有的话, 那辛苦程度就太高了。 起床洗澡换了衣服, 再从房间里出来, 就见老爹江富正正坐在厨房里, 翻来覆去地观察几块肉。 江远看看表, 好家伙, 这才八点钟不到, 就要开始煮肉了吗? 爸, 今天起得这么早, 看什么呢? 江远走近问, 哦, 这几天煮的肉没之前好吃了。 江富正回过神来, 手捏着肉, 道, 我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哪里出了问题? 老猪牧场的这个牛, 品质有点下降啊, 你看看这个肌纤维, 比以前降了一个档次都不止了, 我得说说这小子。 江富正将煮了个半熟的牛肉放了下来, 江远心领神会, 所以昨天有人说你做的肉不行, 那也没说不行, 就说没以前好吃。 江富正说着眉头都皱了起来, 至少不是你的锅。 江远安慰老爹, 江富正欣慰地点点头, 在叹口气道, 终究是我把关不言了, 这个老猪啊, 我得给他好好讲讲。 江远笑笑, 再说几句, 就先走了。 江富正是有几家又熟了的牧场的, 但要说控制力, 还是谈不上的, 估计也只能骂到对方道歉。 江远积案专班, 办公室和办公桌果然受试得干干净净, 也不知道是本届的新人造罪了, 还是专班的属下被点中了。 江远也管不着那么多了, 先坐上自己的椅子转两圈, 感受一下久违的办公室气氛。 在别人家的地盘上, 果然还是没有自家地盘四椅。 咚咚, 黄枪铭敲门入内, 不用说, 肯定是江远进门, 就有人给他报告了。 江远也不意外, 还起身调侃道, 黄菊这么迫不及待的。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布韦来的两位同志, 崔小虎和李浩辰。 黄枪铭没接江远的话, 介绍的还颇为正式。 事实上也是, 对宁台县局来说, 两名布韦来的干部, 哪怕年轻的像是刚毕业没多久, 也不用谈级别, 天生就是领导。 江远跟着打了招呼, 有些意外的道, 黄菊昨天说要独脚印, 我以为发个邮件什么的就行了, 因为数据量比较大, 我们就带过来了。 崔小虎笑得露出两只虎牙来, 大圆脸有点老实的样子, 再将随身的手提箱放到桌面上, 打开来, 再从中取出了一块硬盘。 江远眨巴眨巴眼, 移硬盘的足迹, 那道不至于一个阵道。 崔小虎放下硬盘, 再道, 是经济的一桩命案, 已经侦办三个多月了, 始终没有结果。 现场留有半只血脚印, 本来我们已经不抱希望了, 后来宋局看到您的足迹鉴定, 说让我们再试试看。 崔小虎说话的时候挺平静的, 并没有太多的期待, 也没有什么抵触。 说起来, 他也是吃过见过的竹, 身在部尾, 见过和知道的歌路专家不知反几, 对于江远的能力, 他并不看好, 但领导吩咐了, 就会规规矩矩地坐下来。 好吧, 那就试试看。 江远也很平静, 足迹嘛, 也就是那么回事。 感谢观看。 rope ép golf